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美国人会不会觉得 这个神就是咱们说的铁观音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在中国东海海域海上发射平台 咱们的长征11号运载火箭 成功的发射了五颗卫星 其中呢 有一颗高分辨率的光学摇杆卫星 也被送入了预定轨道 这颗卫星被命名为安息铁观音二号 这个铁观音二号 以后呢 跟已经发射的安息铁观音一号 这两颗卫星一起实现对地阻网观测 原来我们中国人就说嘛 举头三尺有神明 现在我们头顶上 就俩铁观音正往下瞧着呢 说有的真有了 这个铁观音一号 是今年早些时候发射的 三月开始就为福建安息当地提供服务了 它获得的高分辨率图像 由这个中科星桥 全球商业摇杆卫星地面接收站网 它的福建站接收 接收站呢 就设在了福建安息那个茶叶产业园 它的任务呢 就是自然资源监测 还有城市精细管理 精准农业 数字茶园等等这些领域 进行空天大数据服务 具体到安息当地呢 就是给当地的茶农们 搞了一个数字式的茶园 提供茶叶种植的监测数据 涨势 包括土壤污染监控 重金属监控 病虫害监控 还有水肥的监控 而这个铁观音二号呢 它的图像分辨率比一号还要更高 能到是0.5米水平 这就能够看清楚很多东西了 既然能够看清楚福建的那些铁观音茶园 那么看清楚海峡对面种植的那些个洞顶乌龙 每天的生长情况应该也不难了 而且呢 福建媒体也报道过 这个卫星可以为福建省 以及全球客户提供服务 你想这个范围可以到多大 这个卫星呢 其实就是长光卫星技术研公司制造的 而这个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70年历史了 以前大家都了解的吉林一号卫星就是长光的 而今年发射的这两位铁观音呢 其实都是吉林一号卫星家族中的高分卫星成员 而且通过这两颗卫星的发射 已经让中国的商用光学摇杆卫星 到达了世界同类卫星的第一梯队水平 目前吉林一号整个星座 是40多克卫星 可以满足如果我对世界上某一个地点 特别关心的话 我可以针对这个地点 一天进行16到17次观察 几乎就是一小时一次 现在在俄国战争中呢 美国一直在讲 欧美那些民间的商用卫星 利用高水平高清晰度的照片 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战场信息 作为研判依据 在军事斗争中 还有舆论斗争中 大量的民间卫星都发挥了军事卫星的重要补充作用 实际上这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军民融合 其实在俄乌战场上 中国卫星也发挥了作用 比如中国的一颗民间的商用卫星 海斯一号 这是一颗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卫星 那么战前呢 海斯一号在几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过程中 就发挥过作用 立过功 比如汤家那次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第二天 海斯一号就获取了汤家的清晰的雷达图像 判断出来汤家的基础设施基本完好 而这次俄乌战争中 几个机场的情况 还有水库大坝是不是被炸了 是不是完好 海斯一号卫星呢 都获取了非常好的雷达图像 发挥了很好的辟谣作用 正好前几天呢 我还和海斯的人建立点私人友谊嘛 就问了一下海斯的水平 人家说海斯一号的雷达图像分辨率 能到一米以下 下一步还要继续提高 这应该算是 合成孔径雷达图像里边的顶尖水平了 换句话说 基本上中国民间商用卫星的雷达成像清晰度 都快赶上光学卫星的清晰度了 当然了 海斯卫星的血统也特别好 因为它的雷达是中电科38所提供的 中国呢 毕竟是农业大国 我们发展这么多民用商业卫星啊 主要还是为了农业 渔业进行服务 不过某些地区 如果非要让我们特别关注 那么我们这些农业卫星群 自然也可以调整轨道 对这些敏感区域 每小时好好检查一下 也就是看看 这一小时之内 某些地方的榫长高一点没有 扇贝逃到哪去了 反正铁观音 还有海斯们 可能就特别爱看这个 好 对照一下俄乌战场上 美国欧洲如何使用民用商业卫星 那么中国的民用商业卫星 它们的摇杆成像清晰度到什么水平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